工具生意做得好 售后维修不能少 大家好 我是德利售后中心的维修首歌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德利工具的维修及保养 今天由我来讲解德利红里电脚模机的拆装与维修 第一步 拆卸转子 首先卸掉前盖螺丝 拆下前盖 去掉头颗螺丝后 取下转子 先拆转子固定锥齿螺 抬前适当家劳转 用试好米开口扳手拆卸 注意试下 开口扳手需逆时针拆卸 第二步 更换控制板 卸下机壳就能看到离电脚模的内部结构 把控制板与定子的连接线断开 更换新的控制板时 注意连接线顺序不能焊 第三步 控制板定子安装 将控制板与定子安装机壳过程中注意控制板排线规范 要把线放入固定排线槽 防止压线情况发生 开关连接控制板插片要插牢 固定螺丝要拧紧 防止使用过程中接触不良 合上机盖 定子就算安装完成 第四步 转子安装 借助镊子工具把螺母跟小齿链固定好位置 将新的转子用开口搬售工具将其拧紧 装上中带 把转子装入机壳 并拧紧螺丝 注意推钮和输出轴方向呈180度 轻轻转动主轴 固定好中带螺丝 安装完成后 插上电池检查产品功能是否正常 没有问题产品就维修完整 好服务选得力